华山基金会主要在照顾三师的老人 透过资源整合做各式居家关怀与送餐服务 但基金会以募款为主要收入 因此需要各界给予协助 秋节将至基金会将送给长辈一份中秋关怀礼 礼品中包括生活物资、酸痛药膏、肥皂等 让长辈能开心过家节 目前仅募集到五成关怀礼 欢迎各界到华山基金会各天使站踊跃认购 其实在整个新北地区目前需要1430份的中秋关怀礼品 那在三峡的部分其实有将近70份的关怀礼品需要送出 那这些关怀礼品我们都会在可能这周底或下周开始陆续的送出 那其实我们每一份中秋礼品都是需要经费的支出 那目前我们全新北或三峡地区大概只募集到了五成的一个经费 那每一份是350元 那还希望说各界三四能协助认住我们的中秋礼品 那让我们将一份份的中秋爱心送到独居长辈的手上 秋节也是亲人朋友送礼的最好时机 华山各爱心天使站也有两份伴手礼可供民众订购 一份是椰子口味饼干一份是彼得兔奶酥礼盒 外盒设计美观口味也精致可口 有民众前来订购也是看重礼品的好滋味 更重要的是还能做爱心 好吃也是一个理由 但基本上想说来这边反正做爱心就多买一点 平常其实不到买点买这些东西的 华山基金会也推出了彼得兔 还有米家的爷爷奶奶的中秋礼品 那希望欢迎大家认购就是送中秋礼品 那也顺便做工艺 贩卖的所得其实我们都会全部 挹注在华山基金会的服务经费 以及关怀礼的认购上面 基金会结合本土爱心关怀在地长者 让长辈们感受到这个社会处处有爱有温暖 也期盼民众发挥善心关怀周围长辈 数位天空新闻三峡报导